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八零,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速速青阳,均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感谢您的收听 第752集 苏靖打岔,宁雪根本不听的 她只看夏小兰的意见 夏小兰有点迟疑 星期六还是星期天啊 宁雪看她一眼 周末两天 那不行 夏小兰刚拒绝 苏靖掐她更用力了 宁雪显然也没想到 想起爷爷交代的任务 她拿着性子给夏小兰解释 我要去现场给他们当助手 他们需要两个助手 他们是谁 又是什么现场 肯定是和建筑专业有关的了 需要两天的时间 看见宁雪点头 夏小兰也只能忍痛拒绝 忍的是苏靖掐她的痛 现在还穿冬装呢 苏靖这臭丫头手劲真大 隔着衣服都掐得她疼 宁雪皱眉 眼神也不太对了 夏小兰觉得 学神认为她烂泥扶不上墙 不过宁雪也没说什么 她也不是勉强人的性格 夏小兰说没空也就算了呗 宁雪一走 急坏了苏靖 小兰 你是不是傻呀 多好的机会 宁雪去当助手的地方 那肯定不是一般的机会 你怎么不抓住啊 苏靖压低了声音 将夏小兰扯到一边 万一能瞧见宁老呢 夏小兰已经瞧见过宁老了 同样两只眼睛一个嘴巴 沾于奶奶的光 她还参观了一下宁老的工作室 这时候说出来 怕被苏靖掐死 夏小兰选择了安静如鸡 哎 别掐 我问宁雪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咱们都约好了 周末要去我家 哪能反悔啊 苏靖恨铁不成钢 一顿饭不吃也跑不了 再说 我们能自己找着去你家 你该和宁雪干嘛就干嘛去 不耽误我们在家自己玩 夏小兰惹不起苏靖 这么凶的社会姐 被批评的抱头鼠窜 赶紧要去找宁雪神 承认错误 哪知到隔壁寝室去问 宁雪神并不在 阿雪回家了 今天过大年啊 三零五寝室的人 说起来很是羡慕 宁雪是本地人 只要没课的时候都能回家 饮食不在外留宿 周末却能回家睡觉 夏小兰也想回去的 正月十五 应该和家里人一起过 回去也是吃一顿晚饭 夏小兰自己请了寝室的人 周末来家里做客 刘芬一点也没嫌麻烦 反而很高兴 周六来 夏小兰点头 刚开学 周六应该都有空 不过您要去洋场 来得及吗 嗨 十号走也不要紧 十五号 我肯定能回来 本来是九号出发的 刘芬还没招待过夏小兰同学 她记得去年去县一中开家长会 那些高中学生对她很友好 三零七寝室里 刘芬只见过杨永红 她是个女儿奴 夏小兰身边的同学和朋友 她都想认识 这样 她能更了解自己闺女 当妈的不怕麻烦 不怕孩子有啥事都和她讲 怕的恰恰是孩子有啥事都不讲 关闭了新门 筑起高墙 让家长没办法靠近 夏小兰想了想 把宁雪叫她周末去当助手的事 告诉了于奶奶 她和宁雪本没什么交情 宁雪要叫她 肯定是因为于奶奶和宁艳凡的交情 叫你去 你就去呗 你室友们要来 我和你妈给招待好 于奶奶没去宁艳凡那里 做热闹的意思 人家是建筑大师 一把年纪还带了好多学生 搞个人工作室 她一个没工作的老太婆 上门岂不是耽误宁艳凡时间 于奶奶也有自己的事要忙 除了替夏小兰培训店员 利用空闲时间 她还在偷偷兑换美元 银行里有八万块钱 于奶奶只取了两万出来 每次她也不贪心 只在黑市兑换一点点 到京城这么多天 她去过两次 兑换的美元加起来 才几百块 于奶奶怕钱多了 被人盯上 她一个老太太又打不过 每次都是小额换 还一次换一个地方 夏小兰家三个人 就没有不忙的 于奶奶的风俗是 十五匾十六元 正月十五过大年 要吃扁的就是饺子 夏小兰在家吃完饺子 坐车回学校 校门口碰见宁雪 和鸡江源走在一起 宁雪在说什么 鸡江源好像在反对 鸡江源可真有本事 能把宁雪气得脸发白 小白脸子 怎么能欺负宁雪神 宁雪同学 我问你点事行不 夏小兰把宁雪给拯救走了 因为季雅闹过的事 季江源在夏小兰面前 抬不起头 面对夏小兰 一直是退让状态 瞧见夏小兰冒出来 季江源简直是退避三尺 赶走了小季 夏小兰忽然又想起来 汤红恩在追求他妈妈 这真是理不清的关系啊 什么事 宁雪还记得夏小兰拒绝他的事 态度不冷不淡 夏小兰厚着脸皮 向宁雪检讨了自己的错误 表示愿意接受宁雪的邀请 宁雪哪里见过如此厚颜无耻的人 夏小兰还挽着他的手 他不太习惯和人亲密接触 想把胳膊从夏小兰手里抽出来 夏小兰力气特别大 宁雪试了几次都没成功 干脆放弃了尝试 就想赶紧把情况说明拉倒 这事儿的确是宁艳凡的缘故 让宁雪去找夏小兰 宁雪就是完成任务了 星期六早上八点 蔡云接见 宁雪低头看了眼 夏小兰脚上的皮靴 加了一句 记得穿一双走路舒服的鞋子 晚上几点回家 还不一定 蔡云接 夏小兰觉得有点耳熟 她也没多想 宁雪总不会把她拐去卖掉吧 那说好了 周六我在蔡云街公交站台那里等你 宁雪也没问夏小兰 为啥又改了主意 宁雪看中的是结果 而非过程原因 现在夏小兰给她展现出来的结果 就是她的任务能完成 夏小兰还是挺期待的 和307寝室的室友们也说好了 周六下午 他们先去石刹海 夏小兰把家里地址给了 周六早上 她坐公交车到了菜园街 宁雪已经在公交站台等她 先看了她的鞋 见夏小兰从皮靴换成了运动鞋 还戴着纸和笔 宁雪比较满意 走吧 我爷爷他们都在园子里了 园子 哪个园子 夏小兰发现 宁雪把它带到了一处园子 或者说正在修建中的工地 大观园三个字 夏小兰瞧得清清楚楚 绝对不可能出错 她最近和大观园还真是有缘哎 她是了 所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